各位好,我是Magic Sterling 信物改版登場,賽德納攔截大熱門 你是否沒有朋友跟我一樣是邊緣人 還是常常刷到一半被丟包呢? 讓我帶你踏入邊緣單刷賽蘭的世界吧! 首先,你需要一把夠力的武器去面對探寬武器 你也需要力鑽 分能量紅西以及團隊回復能量道具 來處理浩蘭的問題 基本上團隊能量恢復的道具不可能有太多 等地尊開啟的時候就用不太到了 一開始,我們要先佔領第一點 因為它在地圖的中央,方便我們控制怪物 佔領時可以開啟團隊恢復能量道具 讓我們加速恢復能量 方便我們能夠施展觸手來阻擾敵人佔領 利用敵人會先朝佔領的位置聚集 我們可以方便的控制怪物 而四季出手以準星為目標點 來達到諸老敵人佔領的目的 在A點,發現D點閃爍時 對著中央大館排五口進行瞄準 在B點,發現D點閃爍時 一樣對著中央大館排五口進行瞄準 而D點則是瞄準D點下坡處 上方的小台五口進行瞄準 全部佔領完畢後 就可以回到D點3 當中央大館排五口進行瞄準 相打幾波就盼自己能力 畢竟後面會有能量吸取者 要是吃不掉 後面有什麼東西呢 謝謝您的收看 祝各位邊緣人抓到想要的禮物 它非常尷尬